哈喽,大家好,这里是萧然 今天呢,说点别的视频不让播的啊 正经节目不让播的 咱们说点 或许你看到这个视频点子呢 是不是想听啊 这个普通用户小白大振尖上的故事 那不好意思,我的视频底下没有 因为我坦白了,本身咱就是商家,对不对 那还能让你们是不是 给套路了,那不现实 之前呢,也做过几期啊 关于设备选购,还有设备测评的这个教程 今天呢,咱们如果说商家 叫做变成出名,叫做画龙的招数来讲的话 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讲讲图龙之术 本期视频呢,主要是来讲品牌营销 厂家的品牌营销的角度 以及说当你在去选购设备的时候 你可能需要去关注的点 是不是被过度营销化的这种广告 也就妖魔化的东西 是不是被这些东西所影响到了呢 对不对 今天啊,如果说厂家啊,产品变得热销 叫做画龙,那咱们今天教你的 就是图龙 之前关于设备选购的话 之前录过一期这样的一个视频 小人教你如何选购音频设备 您的设备选购够科学吗 这一期视频的话可以保证的是并没有任何的 并没有任何的恰饭内容 也就是说,是站上把井的教你选购设备 也不涉及到品牌的赞助等一些相关的内容 也就是说零恰饭 你可以相关的仔细去看看 视频实际上我在做的话 做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相信啊 你要是说再看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另外啊,我不建议你 就买个设备啊 买设备这一块 不太懂 那情况下,直接加个个问了啊 加完了之后 假如说你心里头有几个犹豫的啊 我,恰恰咋也不是说 天巧人算命的 咱也猜不出来你想说 你想要的那个东西 对不对 到最后五五圈圈的 我们俩五五圈圈的 我到最后我也直直五五的 我也没这么明白 你想要表达个啥 烦人 咱就说法是说啊 虽然说啊 现在市场上的这个设备啊 并没有说是大体上的给你去分为说啊 我们的客户市场是直播生卡啊 还是说我们的这个产品是那个录音生卡啊 这个拿着 虽然说并没有明确的这样那个分工 也就是说 其实如果说你拿好一些的啊 直播设备一样可以去进行去工作 比如说像是一些后营啊 还有相关的这个编辑啊 前期视频咱们也已经简单的做过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小分柜 对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 虽然说我没上效果器 但是我就想向你表达的是 现在这些直播设备其实和录音设备 其两者之间的这个界限的话相对来讲比较小 好了 废话咱就不多说啊 咱们来说说说说正题吧 咱也说说正儿八经的东西 别老扯这些清氧结核的了 对不对 首先呢 咱们说到产品推广的话呢 就要说到一个词 一个词的话就叫做市场营销 那么说到市场营销的话 那你如果说是相关啊 相关专业人员的话 那你就会听到过一个词 叫做这个什么什么分析类的 SWALT分析 今天想给你讲的主要就是这个 首先呢 你要知道就是当这些音频产品被生产出来之后呢 厂商就是厂商直接拿到这个最绒的这个量产之后的产品 第一件事情市场不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叫做确立目标群体 说句粗俗点的话 就是说我这个产品我到底要卖给谁呀 我是卖给张三的主播呀 还是李四的王二麻子的录音唱歌呀 还是说隔壁王老五的录音棚棚主啊 对不对我要卖给谁 这是第一个 但是实际上呢 在广告当中其实很大一部分的一个情况啊 其实在你接受到的这些信息当中 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嫌疑 叫做扩大目标受众 什么叫做扩大目标受众呢 就是实际上他的目标受众的话 他做的产品其实主要的目标受众就是那么那么几项 但是实际上他在宣传的时候 他会扩大一下这个目标的受众 你要知道当你预算有限的时候 实际上你要买更针对于你自己的用途的这个设备的话 会更好一些 原因就是因为因为你的钱比较少 你不可能买到一个东西啊 哪哪都行的 对 说到哪哪都行的话 我就要跑个题 我最烦最烦很多人直接夹过来就问我 哇老哥 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个有性价比的东西呢 不好意思 在我这边我这边永远没有性价比这个词 也就是说当你可能夹过来我问我说有没有性价比的这个词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在我心里头悄悄的骂你好几遍了 为什么我跟你讲一下 人都没有一个完整的人啊完美的人 那你要这个东西啊 又有没有全都能的呢 实际上没有 那这个时候其实你要做的一件事是啥呢 咱们后边再来跟你说 就是说当产品在做出来的时候 就要确立目标群体 这是第一件事情 简单来讲就是卖给谁嘛 这就是这样 也就是说其实你要再了解的一件事情 就是比如说我这个产品到底是卖给谁的 你在看这些营销视频之前 包括我在做的所谓的这个广告视频之前 你就要了解到这个产品 它到底是一个给谁的产品 对不对 你这个你就要了解清楚 比如说我非常不建议的一件事情啊 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直播 比如说你是一个主播啊 比如说我在唱歌啊 喊个漫是吧 是吧 然后没啥事玩个玩个娱乐呀 你整一些什么 比如说像是这种Preson 啊呀福克斯特呀 什么码头啊 这类的这种入门级的录音产品 再去去这个等所谓的这个虚拟通道跳线呢 这类东西去为了你直播的需求 为什么不建议你这么做呢 第一点我首先说一下我的理由啊 你看一下是否在里 第一点现在直播的产品的话 有几个品牌的产品的质量还算是不错 因为避免广告嫌疑 那么我就我就不再去进行给你说这个品牌了 但是我告诉你的就是有这样品牌的这个质量 还算比较OK的 也就是说同价格区间来讲的话 两个之间差距现在并没有那么大 也就是咱换句话说 像之前我在做视频 有个有个朋友就在底下留言 啊我福克斯特solo莫秒权 我想说的是兄弟 你连输出接口都是RC传统的接口 你还跟我俩莫秒权 你上哪秒去啊对不对 素质也就那个德行 咱就说说句难听点的 你要说好 那我还能给你找出一个跟这素质差不多的直播生卡一样 对吧 当然还是那句话啊 为了避讳这个恰算嫌疑 咱们就不再去进行说到底是哪一款了 对不对 那你要是说啊 输出接口都是都是RC 这种非平衡的接口 做工说实话也就那个价 也就是那个样子 但是人家没说卖你一个收拾啊 一个大头价也没说这样 对吧 咱们也没必要说是啊 一整言词特别特别慷慨是吧 就特别这种激动的咱就没必要这样 每个产品呢 都是有每个产品所对应的这个受众均堤 比如说咱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比如什么什么像像那个跳铃 像这个MIDI PLUS 像艾肯 还有这个ESI 还有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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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那个对 还有那个像那个IC Vox Twin 还有那个 这些品牌就你能抓到的 这些基本都是 其实主流的客户啊 主要的客户都是去为了直播呀 或者说主播去服务 为什么 因为人家在去做的时候 就是在去往主播这块去有倾斜 原因就是因为在做的时候啊 人家会给你开发这相关的这个驱动啊 比如说相关比较自由的这个驱动 让你能够花得上一个比较低的价格里边啊 去获得到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这个驱动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哎那你这时候钢镜就要出没了 说啊那老哥我买了福克斯特 我买了普瑞圣纳 我买了那个YAMAHA 我又买了这个那个的这种纯录音声卡 那我又 那那我咋咋咋咋呢 哎那这时候就有额外的一个同学跳出来会告诉你啊 说我要去用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各种跳线 比如说像常见的Link Pro 那个SAR 叫Synical audio router 这种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叫叫那个Voice meter 大香蕉大土豆是吧 还有那个还有那个那什么Link Pro这种东西对吧 目前主流的就这三个啊 啊如果说不主流的还有一个WDM2VST 那么这几个东西呢在这里啊 在我的视频里边一遇观点通通不建议 为什么不建议呢 第一点你要知道这个东西 假设如果说你不是一个电脑大佬的话 你像我的话我自己会做系统 我自己会装机 我自己还会轻度的修笔记本啊 重度的咱等不了咱实话实说 第一点咱没有这个仪器 第二点咱也没有这个技术对吧 你你都打 甚至于说很多人都不知道C 这个C盘底下这几个文件夹都是干啥的呢 你说你对你电脑几乎算是一无所知 那你就照着人家视频去折腾这个东西 甚至于说你连音频的信号流的 穿入和穿出包括这个东西的原理你都不知道 你自己去折腾这个 太难了 同学太难了 那你说哎 你瞧我不齐 是吧 那你瞧我不齐 我觉得你在瞧我不齐 对吧 那那那对不对 这个东西的话 那我自己可以去学呀 对吧 你学的话你是不是得花精力 精力偶尔也也能转化成为钱吧 同学们 你要知道这个问题 Time is money 对吧 这个著名的这个句子 你应该了解 你要花花更多的时间 更要花更多的精力 要去学 你学完了还不够 那你还要去学各个效果器 比如说常见的啊 降噪的这种Gate 比如说常见的Gate 或者是Expander 或者是EQ 或者压缩啊 这种东西常见的一大串 东西你要学了 学完了之后 你学的怎么样不知道 反正你调那个玩意儿 我觉得还不见得人家导入效果 啪唧给你导入一下来的效果方便好呢 对不对 那所以说呢 终点呢 咱们的终点我给你那减一点 那你直播 你就直接奔着带直播产品 你就去就完事了 咱就不要犹豫了 不要想那些有的没的 哎 或许有的干人就会说了 哎呦我操 那我音质获得 要比这个要好啊 哎 说到这呢 我就想告诉你的 但是你要知道 你要想去获得这种 所谓自由的路由功能 那你要花的事情 要很多很多 而且的话 第一点 花的多不说 你获得到最后的这个东西 它稳不稳定 还不一定 也就是说很 我刚才说过的这几个软件 其实严格医生来讲 没有一个所谓的一个一招先吃片天的情况 它都会有一些遇到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 它主要的话就是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取决于你有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这个就是一大点对吧 说白了就是在你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 你买一个直播生卡 那就那就更更比较说是方便靠谱 那这时候你可能你是小白的时候说 哎呀或者说你想勾我说一句对吧 哎呀那我上哪去买今天 你是不是想在我这边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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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young to哪有 我告诉你 你就直接去拿着钱去官方店去买就完事了 为什么 第一点 一般情况下官方的京东 或者是官方的淘宝 或者是不是官方的天猫 官方没有淘宝 一般情况下这种情况平台的话 它都会有一个比较OK的售后 你也不用问我 你问我没有用 你钱就那么多钱 摸着自己兜 摸着自己兜 心里能没有比输吗 对不对 我给你建议一点就是 你要对你自己心里有比输 你要干啥用 那就像前几天有一个姑娘 正好发了私信给我说 老哥 我就一千来块钱 我一千多点啊 我既用过这个生卡 那个生卡和那个生卡 他给我举过他一些用过的啊 我觉得这个生卡 这这不行 那个生卡那那不行 那个生卡那那那不行 他他觉得他不行的点 全都给我列出来了 然后说那个 嗯 老哥那我就一千来块钱 你看看还有没有觉得你比较行的 我当时我给他回复一点就是 他的需求啊 我给我们再大概的把他的需求说一下 第一点画方素质要强 第二点耳方素质要强 第三点启动还得稳定的 第四点还得能直播唱歌的 第五点最后一点啊 还得有性价比的 我说 当我看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跟你讲 我当时我整个人就已经懵逼了 你知道吗 就整个人嗡一下的 我一寻思过他兄弟 当时他也不是兄弟姐妹啊 我一寻思姐妹 你就一千多块钱这么扛使吗 从年头用到年根 你这一千来块钱这么硬气吗 现在一千来块钱的要求 都这么都这么干了吗 我我当时我就这个想法 咱说实话 你钱不是很多的角色上 我给你的建议啊 设计一些没有必要的 比如说你直播的话 你没有必要的是什么 画方素质其实够用就可以 第一点你直播大部分用的是电容卖 电容卖的话 其实现在主流的身上都很好推 除非说哪个哪个 咱不能说脑子愁了吧 咱说就是可能说他的想法比较和别不太一样 对吧 那咱们只能科学的说 那老哥那我就想干一下子 我想上洞圈话筒 教练我想上洞圈 上了洞圈之后 你要知道啊 洞圈这玩意他是要有画方的啊 画方完了到画方我这就没钱了 那咋整 那咋整 那咋办呢 没招 所以说你要是直播的话 你想便宜话筒 那你就建议你去玩电容 那就完事了 因为便宜的升卡的话 就基本怼个48幅就能用 基本工作状态也都差不太多 你要说太差 也不能说差得亲爹亲妈不认识啊 当然也有啊 在这里为了避免得罪场上利益相关 腻了腻了知乎专用回答方法 对吧 另外的一个问题啊 咱们刚才说了 当你预算比较低的时候 你就舍弃相关 你不必要的东西 对不对 你就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你的回放的音质 其实你说你直播 你回放的音质 你呢啊 你需要那么强吗 不需要 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因为你自己都是便宜的耳塞 你也没有什么专业的监天机 你需要吗 严格一上来讲 我个人从我的筹发角度上来讲 我觉得我不要 我不太需要 但是你可能会有钢筋 那你就会说了 哎那我就需要 我两个我都需要 我既想要一个好点的花放 那我又想要一个好点的耳塞 那你咋办呢 天钱呢兄弟 你啥都想强 那你天钱呢 那你认天钱 那OK可以给你很强的 那当然还是那句话 你要说你认天钱 你就上二米啊 就这么讲呢 便宜了走 你要说二米的音质 在就这么跟你说 无论是路还是在放 在同价格区间 都不是最好的 但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一块 在在这一块 都可以去给你推荐呢 原因就是因为人家的驱动 跳线特别灵活 对不对 如果说你要是说想要去啊 想花少点钱 对吧 那咱们上这个不行吗 爱瓢技 对不对 价格价格区间的话 原来基本都是一条起跑线身 愣是让主播 把二米这个价格 直接干上去了 直接一炮干到差不多 六七千块 那你说对不对 到底说哪个香 那你应该 那你应该心里清楚啊 当然啊 本期视频不太去过多说这个了 原因省得你以为我带货 对吧 没别的意思啊 另外咱们刚才已经说了啊 厂商第一件事就是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立目标群体 卖给谁 扩大目标的受众啊 在广告当中去扩大目标受众 你在去购买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一点 你是不是潜在被扩大了的这个受众 也就是说原有的这个产品呢 是给比如说是给编剧的编剧 混音或者是啊更加的更加录音 纯录音啊 没有说没有说直播这一块啊 没有说唱歌或者说直播这一块啊 或者说玩全民黑歌啊 包括手机这帮这帮人啊 嗯这帮人你就不要跟我说了 就是专业需求的 如果说人家的厂牌做的产品是这一块的 如果说你需要直播 那不好意思 你就不在这个目标手中群体里头 这个东西尽量不要去淘宝查 这个东西你就尽量去啊 YouTube上找一找了 之前做过这个视频啊 也建议你去看一下 这是第一点 你要确立目标群体 当然厂商人也确立目标群体 你也要确立你的目标群体 是不是在人厂商辐射的范围之内 这是第一点啊 这个视频肯定会很长 第二个东西叫做Slot分析 这个东西就已经涉及到了 我的大学本职专业市场营销 哎没想到吧 一个讲音频的博主 本职专业学的竟然是他妈市场营销 让你没想到吧 这个东西呢说好听点呢 简单来讲的话叫做心里有鼻数 一句话总结就是让厂商心里有鼻数 也就是厂商在去营销之前 在去给你制定所谓的营销策略之前 其实厂商是比你心里要有鼻数的多 你要知道 其实买卖之间能够发生交易 就是两者之间产生了信息场 我懂你不懂啊 一般厂商的话 懂的肯定都比消费者多 那这个东西他必然嘛 奸商奸商老奸商了吗 这个话咱就这么说啊 咱不针对别的厂商或者说怎么样 所以说厂商一般程度下 都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分析 俗话来讲 这个东西就叫做心里有鼻数 分析的点的话 主要基本就是几个点 第一个点叫做优势和劣势 还有那个机会和威胁啊 如果说你是相关行业从业人员的话 你咱就轻点喷我吧 这一块我学的时间也比较长 也望差不多了啊 优势呢咱就不用讲了吧 这个产品的优势 比如说拿到一块9块9包邮的升卡 那我想跟你吹这个优势呢 还不用说吗 优势就是这个东西的低 价格比较低 对吧价格比较低便宜 买到的性价比呢 可能比如说你如果说拿的9块9包邮升卡 你想要唱歌 对吧那你就是9块9包邮升卡 唱歌最牛逼 那对不对 手机可以歌牛逼 但是呢低价 往往代表着的一件事情 其实低价的时候 潜在就告诉你了另外的一点消息 质量就不咋低 咱说实话 其实你想买到一个低价又高质的产品 其实成本有限的情况下 往往又得不到太好的质量 这个咱就是实话是实话 并没有针对厂商 并没有针对厂商 对吧 所以说呢 那厂商非常的会包装 那怎么办呢 他就先把他的优势凸显出来 能写出来的优势 全他妈都得给你摆到明面上 矮条都得给你摆 恨不得说我他妈外观精美 我都得给你摆到明面上 这就是厂商的鸡贼之处 对吧 这也是人家营销必要的一个手段 这是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劣势 劣势的话 这个东西说白了 你说人家短 那你这个不太好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作为一个公平公正相对的 这个这么一个博主啊 那咱们就来聊一聊 短处呢 其实你一般球上在网上不太好找 这个东西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短处呢 一般球上厂商肯定不会提 比如说哎 你要 其实你要买生卡 你要测重的测重的几个点 你要知道 无非就是耳放画放素质 还有驱动多功能性 因为考虑到你是否需要一个直播 这是 这是这个就是前三个啊 第四个就是驱动稳定性 其实你你买生卡 或者是买话筒 那你当然你有买话筒对应的东西 买生卡的话 我来讲的话 就是这四点对吧 耳放画放素质 他妈的素质在那标着的呢 当然也有厂商做一些比较下三滥的事情 什么下三滥的事情呢 就是把它所用的耳放 耳放的这种解码芯片的理论数值 标成他所谓的这个输出的这个数值给你写 写出来 这种事情是有的啊 当然我还是利益相关腻了 不点名啊 你知道有这么一个事就行 但是所以说这个事情的话 你要知道他能够当作为他的卖点的地方的话 其实还是相对于来讲的话 是要有一些过人之处的 如果说和同和同级别产品的话 相表现平平 我相信他不会去表达这个东西 为什么会在后一会后边的这个内容里边会给你讲啊 也就是说所以呢 他就会把他的这个优势表达出来 但是你要记住他没提到的地方 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小毛孽 学到了没 学到了吧 比如说啊 当他突出他画放和耳放特别强的时候 那么你就要考虑到 你就要考虑到一个问题 我这个兄弟是不是驱动有点问题 驱动问题怎么找呢 好找啊 上谷歌论坛上挨个巴巴 你看看吧 你 对 另外还要劝你一点 就是心急不要吃热豆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在热门的时候 尽量保持一段时间的冷静理智思考 另外还要多观望 多观望的优势呢 那咱就不用多说了 你能够掌握到这个产品 在这一段时间的热度怎么样 一个产品刚上市都没热的话 那你这个产品 咱就不用多说了 但是热了的产品代表不代表 他在这个价格区间一定是好的呢 我告诉你永远不代表 只能说这产品在营销这方面 会比较容易砸钱 或者是厂商在这一块的这个钱里边 会比较多 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 那你 我相信你应该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吧 对吧 另外的话还有一个问题 厂家的劣势 他他会不会直接会给你展示他的短处呢 不会 他会展示他的长处 对吧 当然你在别的视频博主 包括在我的视频里 我同样不会告诉你 这个产品的短处 为什么 因为我也是利益相关从业者 对吧 也相信你能够理解我一点 对吧 但是呢 你要知道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东西 他保准是会有相关消费者 他总会有一个人会去说 黄帝没穿衣服 他总会有一个人会去说这个问题 对不对 那你就去论坛上 或者是尽量不要去贴吧 以及国内的媒体 为什么 贴吧 知乎这种地方 那都是老营销号了 你觉得说你问一个丑着像消费者回答你 实际上如果说我们一看 哎 这哥们我认识啊 这个事他就非常尴尬 所以建议你做的事情就是说 第一点是去 如果说你想查证这个产品 是不是会有驱动方面的问题的话 哎 那你就可以去相关的这个 比如说国外的一些论坛上面去查证一下 当然 这个还是要你要有一定的英文 英文理解能力 别他妈人家说了啥玩意 你看不懂对不对 这个就叫做心理有必数 也就是说其实 当你在这么查了一轮区间之后呢 你对这个产品 其实你就有点有点了解了 对吧 优势的你了解了 劣势也了解了 哎 咱们再来说 产品的这个机会和威胁 那么机会呢 那这个咱就不用多说了 那机会的话 他定价市场上再去定价的时候 实际上啊 厂家哪个厂家都有市场部的人 市场部是干啥的 市场部不是天天吃干饭的 就是为了让你们这些天天 所谓的性价比这帮这帮人 他们专控着的 就是为了怕你专控的 目的就是这个 别的没有 也就是说他会非常非常细分的 把市场上同价格区间 比如说我我定的价格是1400 那我肯定我会把1000 1000 1000 0点到2000出头 2000出点头这些 这个价格区间的东西 我都要去摸一遍 甚至于说买回来买回来 一个产品买回来一台 我哪个我得去摸一摸 这叫做市场戏份 说白了 摸一摸吧 如果说我看看这个价格区间 那我们比哪个强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有一个装控的机会 省得让消费者所谓的性价比专控的 对不对 威胁那咱就不用多说了吧 那咱们再来说一个威胁 那谁比我强 那市场部的人当然心里要比你门行的多了 对不对 那所以说我之前在我的视频里 我就说我 市场上这么这么尔虞我诈 能够活下来的哪个厂商 都不是你所谓的一具性价比 能够概括的了的兄弟 这个产品里边经过我这么一分析 你觉得还有那么多的性价比吗 那咱们再来说一个问题 性价比没有 但是我告诉你兄弟 黑营销的不少 咱们就举跨界来举例子 我日常黑小米嘛 小米天天吹自己的性价比 那我想告诉你的是小米系统里的广告 你在用的时候你感受到了吧 哎 你会告诉我说能关 但你告诉我又有多少人会关呢 或者说有多少人关了呢 其他地方的广告 或者说其他APP分发下来的时候 单独给你去播放的广告 那这个东西人家也是要挣钱的 所以说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 大体上是对的啊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你会不会有一些不分裂在一分价钱一分货里边的东西 会有 但是我告诉你 实际上市场部的人会慢慢把这个东西修正过去的 那咱们举一个近期发生过的例子啊 就像啊 之前某某什么二的升卡 然后和那个叉叉叉68的升卡去进行打架 之前啊 人家就说二牛逼 然后人家说68牛逼 这俩人打的是你死我活的 到最后68做了一件事情 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原定于啊 1999的升升卡啊 直接拉到了2499 价格直接比你贵一切 这个咱就不用去多说了吧 就没必要说因为这个东西打架了吧 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你要知道另外的一件事情 对于厂商而言的话 68那个厂商他去抬了价格 1999变成2499之后呢 他中间会有一段空档期间 哎 这个时候实际上 严格意义上来讲 也给另外的这个厂商也留活路了啊 活没玩死 要想玩死 哎 那我降价直接降位打击 那才能够把你打死呢 这是这个叫做市场营销 因为成本是固定的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叫做这个确立营销目标 咱就不用多说了 这个东西卖给谁 卖给什么样的用途 这个咱就不用再去多说了吧 对吧 制定目标战略战术 哎 这个就是我的我的话题啊 就能给你讲一讲了 一般求人家的话 咱们国内的产品的话 它是会有这种各级经销商对吧 经销商的话 就会制定各种各样的 营销这种策略啊 营销的战术 那咱们举一个比较形象的例子吧 那视频推广是一种推广 那软文推广它不是一种推广吗 比如说我在知乎在贴吧这种推广 那它不是一种推广吗 是推广 所以说之前 这也是我在我之前的视频里头 为什么一直都在见你啊 不要去逮住一个人就觉得说啊 大神大神 我要卖什么生卡啊 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下 我永远告诉你这是 我不能给你推荐 需要什么玩意自己查去 有手有脚 你老问我干啥呢 对不对 那你不是比较懂吗 那我懂我就得告诉你啊 我懂了我告诉你了 你信不信这是一件事 对不对 我话可能说的也就是比较惨一些 对不对 我告诉你了你信不信呢 到最后你买的 是不是我推荐那个 我有什么意思呢 没意思 首先我跟你讲一下的 产品推广是有相对应的这个技术的 不是说所谓的欠缆钱啊 第一点你的产品的定价区间 那这个东西很明确 第二点这个价格的产品卖给什么人 这都是有讲究的对不对 你比如说我拿一个直播产品啊 让他去往那个存录音那块去推 不现实兄弟 这会儿他真不现实对不对 我告诉你推广是必要的一种手段 现在的这个社会 我告诉你 酒香就怕像得深 真的像得太深了 真找不着 别闹 真找不着 Persona 深刻啊 以前在国外区间 销量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在一千多块钱的深刻 直接排名第二 那Persona 那相当于来讲的话 推广这一块的话 也算是比较比较下手段了 对吧 这块相当粗算来讲的话 指定能挤进去前十 那为什么到了国内就水土不服了 相当于来讲 你能说东西做的不行吗 东西做的不行 那为什么在国外销量那么好啊 本本质上的不还是 营销这块做的不是很好 对吧 并没有正确的制定去 正确的营销目标 对吧 已经安排了啊 准备要说一说他这个涨价问题了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叫做产品的质量问题 产品质量问题 咱就不用多说了 一般就说啥的话 大厂的产品的话 肯定要比小厂的产品的这个质量要好 对吧 另外你还要知道一个问题 关于营销当中里边 实际上这个产品里边实际上有一个营销 叫做啊 人设营销 什么叫做人设营销呢 那咱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那你就知道了 那再以一个说话 普通话比较标准的 啊 就是怎么说呢 人家是专业播音对口的主播手里边 给你推荐一块生卡 和你一张口 像我这种是一口包米茶的味 一股农村包米嘎的味的这个主播 嘴里边给你推荐一张生卡 那你行 那你会偏向于哪个 那咱就不用多说了吧 这一点 你肯定相信 比较相信 那个普通话说的比较好的 那个他会更专业 对不对 另外的话 那你另外的话 比如说还有一个 那咱们再举一个例子 啊 一个一个装修比较豪华 后边有背景灯光 卡门有卡门的小背景桌 这个东西啊 一个主播手里边啊 一丑就是一个小小的小论盆啊 当你在什么都不懂的时候 因为你也不知道这帮人啊 买设备花了多少钱 对吧 你因为你不懂这个吗 你是一个小白 对吧 因为你不懂 对吧 你看了这个人家视频 哎呦我操 觉得这大哥哎呦 这么专业呢 这大哥这么牛逼呢吗 卡给你推过这个设备 那你觉得是这大哥推荐的 让你第一眼觉得专业呢 还是一口包米茶的的东北老铁给你推荐的产品更为专业呢 那你肯定觉得人家有朋友来比较专业 这个就是人设营销的一个问题 但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不去这么去做呢 第一点我没钱 穷 家境贫寒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另外呢 咱也没有啥专业的这个场地啊 咱第一点 咱也不是全职靠这个吃饭的 重点是我不是全职靠这个吃饭的 就像之前有很多朋友家我给人问啊 兄弟你是不是卖升号 我说是 那我能不能在你这卖升号 不能 所以说呢 你在去买产品的时候 我建议你去侧重这个方面去考虑 第一点 我兜里有多少钱 第二点我想让它哪强 哪都强 多花钱 就这么一点 对吧 你要清楚就这么点事实际上 第三点就是尽量少去看一些所谓的这个产品推网视频 当然啊 也包含我的 我的视频呢 其实你可以从这个角度上去观看 嗯 因为我的视频呢 一般情况下的话 我会去向你去告诉你说 啊 我是那个推荐的是哪一款升卡 然后这个升卡的话 如果是我自己购买的话 我在前面会有标注 你可以去看一下我自己花钱购买的 当然不是自己花钱购买的 你就可以去参考一下 参考的点呢 第一点就是这块升卡怎么用 第二点的话就是这块升卡的话 他的测证人群是不是你 你就仅观察这两点就完事了 如果说是这个产品是有硬性问题的东西 抱歉我也不会挤 咱们挣钱是挣钱 生意是生意 但是呢 想要去给大家介绍一对相对靠谱的产品 这是有必要的 对吧 我话呢就是说这些对吧 谁也不是雷锋 现在给你带个货卡机整个视频出来 大哥不挣钱哪来的啊 靠B站用爱发电那不扯淡的吗 如果说你想说啊 那我就想看公正测评怎么扔 有没有办法呢 有啊 但是你不一定跟着来啊 兄弟咱说实话 如果说我想公正的测评 那怎么办呢 那我就跳过所谓的供货商了 那我怎么办呢 众仇啊 一家出一块钱 一家出十块钱 兄弟你觉得这事现实吗 何况说有的一块生卡七八千 你觉得兄弟这事还现实吗 不现实吧 然后呢 对吧 我众仇呢 我得管你要钱呢 对不对 我得管你要钱 然后呢 那你就得说 啊我看你视频 我不仅我没抽着礼物 我没挣着钱 我还得搭点呗 那这事对不对 你说你觉得说 啊这些观众朋友们 他能接受了吗 我觉得够呛 而且的话 我的每一个视频前面 如果说是厂商提供的啊 我几乎我所有的视频 如果说没提的 那就是我自己的 如果说提了的 就提了 嗯 哪个哪个厂商啊 提供的测试养病 我基本我都会提 也就是说当你在看的时候 最心里长了心眼吧 哎 你这六个核桃不够 那你咱就多喝七八个核桃 实在不行 抓把核桃往嘴里死 是吧 多喝六个核桃 这如果说你要再看不懂的话 那我觉得你好像不太适合看我视频 如果说从根深给你的建议就是少看那种视频 多去自己了解 多去自己调查一手资料 不要去吃别人给你搅过的东西 说白了就是二手资料吗 那我们都不是一手资料运作者 我们都是资料的搬运工 对吧 重点的话你要记住这四个点 就是今天教你的SWALT分析 第一点叫做优劣分析 第二点叫做这个 这个那个那啥 集会和威胁啊 对吧 就这四个吗 你要从这四个角度上来讲 找到反反厂家的营销的相对应的角度 你要如果说你能从这四个角度上面找到对应的解决方案 对吧 或者说你能够拿到通过这四个点 拿到你相对应的信息 以及刨除掉所谓的 啊 人设营销吧 还有营销目标 还有相对应的slogan的这种营销问题 你只要是能跳过这四点 OK那我相信你 你已经学成人精了 你很容易的就能够买到所谓你的称心如意的商品 好了啊 本期视频显得稍稍有点H2O结合了是吧 好嘞啊 感谢您的收看啊 这里是小人啊 啊